大家好,我是天音 今天讲一个漏冲对房屋造成的影响 我们还是以实力来说一下 这两边都是一台房子,这里和这一台房子 这里面一间,这有一家房子前面是下开的门 这前面就有一条马路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肉葱 有个肉葱,那么正受肉葱的应该是这一家 代表这一家会发生什么事呢? 它会因这家的男举人 男举人因车后死亡 我视频后面有这家的食物照片 大家看一下 大家刚才是不是看到了这家房子 它这边呢,是一个通风道 它是一个通风道 通风向,也可以说 它后面的无靠 也叫玄武,后面为玄武 左边为青龙 大家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漏冲都会发生车祸 我想这里有一家 我就说一下这里有一家 这是这家的大人 他的地基很高 具样它的地基很高 大概有接近一米,一米来高 它的肉就在这个一米之下 它也是漏冲 但是这家没有问题 它后面有靠 后有靠 而这一步,后面无靠 以及龙边无靠 它是两边无靠 它是两边无靠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通风道 造成了这家的龙 轻浓 轻浓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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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利难尽 以前前面已经讲过了 轻浓为阳 要配阴 一阴一阳 才未到 这个地方 轻浓动气 它就寻阳 没有风水 主要是 不利难尽 好 今天呢 就讲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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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